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恩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这一集我们来说技术上的安全问题 首先一个就是光刻机巨头阿斯迈尔 情绪崩溃 因为他们保不住中国市场 也意味着他们将要倒闭 那同样的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漏洞频发 暗设后门 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点名英特尔 也就是说西方他们正在利用这些晶片 对中国从事谍报活动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掌握自己的芯片工业 因为像以色列是世界芯片研发的龙头 他们不停地要造这些芯片出来 要研发最新型的芯片 不让你中国获得芯片 目的就是可以通过暗门来操纵 这些芯片在设计的时候就植入了暗门 对你进行控制 如果一旦发生战争的话 像船呼机里面塞炸弹 靠机里面塞炸弹 这个还算轻的了 更恐怖的就是 直接能操控你的芯片 那这些包括像以色列对中国汽车智能行业的渗透 也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重视 首先我们来看 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16日发文 英特尔CPU漏洞频发故障率高 因系统排查英特尔产品网络安全风险 全文如下 安全漏洞问题频发 23年8月 英特尔CPU被爆存在 Dunfire漏洞 刚漏洞是一种CPU顺态执行测性道漏洞 利用其AVX2或者AVX-512指令 集中的 这个叫GAT HER指令 获取特定 适量存储器 缓冲区之前 储存的密钥 用户信息 关键参数等 敏感数据 该漏洞影响英特尔第六代至第十一代 酷睿赛阳奔腾系列CPU 以及第一代至第四代 至强硕 锂器 实际上 早在2022年 就研究者向英特尔报告过该漏洞 但英特尔在明知漏洞存在的情况下既不欲承认 也未采取有效行动 还持续销售有漏洞的产品 直至漏洞被公开报道 英特尔才被迫采取漏洞修复措施 有五位受害者以自身级全美CPU消费者代名的名义 于23年11月在美国北加州联邦地方法院 盛和赛分院 正在上述情况向英特尔发起积极诉诉 二 可靠性差 漠视用户投诉 也就是 它的可靠性很差 用户经常投诉 他们也支持不理 三 假借远程管理之名 行监控用户支持 英特尔联合惠普等厂商 共同设计了IPMI 智能平台管理接口技术规范 声称是为了监控服务器的物理健康特征 基础上通过BMC 也就是基础管理控制器 模块对服务器进行管理和控制 BMC模块允许用户远程管理设备 可实现启动计算机 重装操作系统和挂载ISO镜像等功能 该模块也曾被保存在高危漏洞 导致全球大量服务器 面临被攻击控制的极大安全风险 四 暗设后门 危害网络和信息安全 这个里面 有非常多的技术的专业名词 在这里我就不多做解释 因为老门也不是技术博主 那么在这里就是告诉你有这么件事情 武士建议启动网络安全审查 对吧 也就说 大家知道世界的主要这些芯片 的投资者或的拥有者和这些公司主要 包括很多美国这些超算公司 大数据公司 全都是犹太人开的公司 而且主要的研发 全世界主要的芯片研发和设计 主要是在以色列进行的 所以说他们要通过掌握晶片 以企图控制世界 用技术手段来控制世界 所以我说他们这种做法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 所以为什么要用举国举盟之力 来阻止中国获得先进高端的技术 尤其是在芯片领域 他们是要在这里面来动手脚的 对吧 你看美国波音公司 它就有它的非控系统 也就是有暗门 今天中国网络相关部门 报道了这样一篇文章 告诉了我们 他们喜欢装 喜欢在这些芯片里面搞暗门 然后还搞这个窃取密码的这种行为 这不就是间谍行为吗 他们大家也知道 摩西出埃及记是非常清楚的 偷了古埃及的设计 以后往外面跑出西奈半岛 就出了埃及 一路上碰到了逾越节 祝鹏节 所谓的被神给庇护了 就是这个故事 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他们这个民族 一直以来 他们的左脑是非常发达的 但他们右脑是不发达的 左脑过度发达 把一切事情都要逻辑化 这就会导致 他们的精神极度匮乏 所以说 任何一切事情 都是以 这种非常暴虐的方式去解决 所以说 今天 他们 要搞技术题目 阻止中国获得芯片 而卖给中国的芯片 经过特定的设计 随时随即来窃取 你的 窃取你的什么 这有几大危害 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 窃取你的 这个 有共四个方面的漏洞 第一个 窃取你的密码 第二个 远程控制 通过按门 干坏事 啊 干坏事 第三 对吧 啊 这个 极度不稳定 啊 漏洞百出 啊 漏洞百出 稳定性也很差 对吧 啊 所以说呢 整个 啊 安全问题是频发的 对吧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们还可能 坚持 坚持你的行为 啊 而且他们 所以说 包括这个黑客攻击 它本身就有 这个 世界上的一些 故意的一些漏洞 就是方便黑客进行攻击 你看伊朗最近 它的核设施 和很多政府部门 被大规模的 黑客给攻击了 他们这里面有多少 买了是英特尔的 或者AMD的这些芯片啊 啊 英特尔奔登处理器啊 啊 还有惠普等 计算机 电脑公司 也在这个里面 动手脚 所以说 黎巴嫩爆炸 这个事件 给予我们 进行了一个 制查的机会 对于我们来讲 他们要拿这个 啊 急速炸弹 装在对讲机 高频对讲机 和传呼机里面 是很难的 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利用芯片 来动手脚 是很简单的事情 啊 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个很大的危害 就是以色列 对中国的汽车产业 渗透极其严重 尤其是像智能汽车 这一块 啊 那么 就是你想想看 之前说 用台湾 金阿波罗公司 和日本的一些公司 去 装黎巴嫩 这个对讲机 和靠机里面 这些炸弹 他就策划了 整整15年 他策划了整整15年 他们是一个 很喜欢暗地里 搞怪的 这么一个民族 所以说 那么他对你中国的 这个策划 有多少年呢 其中 指出一个重点领域 就是汽车领域 我们来看一下啊 作为全球汽车 最大市场之一 中国长期以来 高度依赖进口汽车 及其零部件 尤其在高端车型 和核心电子设备上 据了解 以色列 Mobilei 间接控制了 中国近28%的 智能汽车产业市场 包括宝马 奥迪 大众 福特通用 特斯拉 理想 蔚来 极客 本田 日产等在内的车企 都使用了 Mobilei的 技术或产品 Mobilei 一直向客户提供 软硬件 捆绑的黑盒方案 将芯片 倒算法 打包给车企 且不支持修改 不支持你修改的 结合此次 黎巴尔事件 中国进口汽车市场 在保障 供应链安全 技术设备安全性 和数据隐私 等方面 有诸多值得 引以为借的内容 Mobilei公司 与中国车企 合作震荡深入 借助世界知名计算机 视觉 人工智能 地图和 数据分析专业知识 Mobilei在 自动驾驶 和驾驶员 辅助技术上 引领出航革命 自1999年成立以来 Mobilei率先推出了 REM 这个小写的TM 重包测绘 包括传感和 责任敏感安全 RSS等突破性技术 这些技术正在推动 ADAS和AV领域 走向未来的移动出行 为实现自动驾驶汽车 移动出行和行业数据的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提供 解决方案和动力 写进为止 全球已有超过 1.5亿辆汽车 内置了Mobilei技术 如今 Mobilei与中国车企的合作 还在进一步深入 24年8月1日 极客智能科技和Mobilei 双方计划 加快在中国的技术 本地化进程 进一步将 Mobilei技术 整合到 下一代 极客车型中 并且中国和全球市场 持续推动双方先进驾驶安全 和自动驾驶技术的落地 那么 也就是说 在这个汽车晶片领域 和智能化 驾驶领域 你今天中国这些 电动汽车发展的 有多迅猛 以色列就赚了个盆满 钵满 而且他这些软件 是不支持 你去修改的 只有他能够操控你 所以我 为什么不购买 电动汽车 我始终对 电动汽车的安全性能 持严重怀疑态度 不是什么 电车自然 不自然这些屁事 网上有很多傻蛋 一看到有人在评判 电动汽车自然了 他们就会主动的去辩护 说 油车自然 比电动车自然要多 我说过 这个 这个 他们看问题的 本质上已经出现了错误了 而是来自于 刚才那个新闻 像英特尔这些 的暗门 这个是最他妈可怕的 你的汽车里面 都是有晶片的 如果你在实行高度 智能驾驶 智能化 互联网化 互联网化的这种 网络化的 这种驾驶以后 你在睡着了 他自动在驾驶 或者你没睡着 他就开着 这个车子突然之间失控了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 像这家 Mobile Line 这家公司 确实令人觉得蛮可怕的 而且中国不停的在支持伊朗 报复他 干他们 他们难道不会在这个里面 像英特尔一样 留一些暗门 留一些漏洞 可以让网络 美军网络作战部队 北约网络作战部队 对你的这些智能化汽车 发动大规模的网络攻击 一旦在战时打起来 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包括 他们的这些芯片 你的手机 他们这些芯片里面的这个 苹果的最新的 用这个金属外包 是什么意思 对吧 千万不要低估 他们阴险的程度 这个民族极度阴险 千万不要低估 他们的阴险程度 所以说啊 这种安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各位 那么好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层消息 打破这一切的唯一方法 就是自己搞出光刻机 自己设计芯片 自己来建造 受所获订单量 仅为此前分析师 预期约一半等负面消息影响 当年时间10月15日 荷兰光刻机巨头 阿斯麦公司的股价 在阿姆斯特丹 暴跌16% 创下26年 自1998年6月12日以来的最大跌幅 彭博社对此报道形容 对于半导体行业的领先羊 领头羊之一 阿斯麦尔而言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下跌 由于芯片行业疲软 阿斯麦尔也下调了明年的业绩预期 并公布今年其第三季度 订货量为26亿欧元 正远对于彭博社分析师 做出的53.9亿欧元的平均预期 彭博社援引公司披露财报提到 中国来是阿斯麦尔的最大市场 占今年第三季度销售额的47% 达27.9亿欧元 在今年7月公布的第二季度财报中 阿斯麦尔方面表示 其49%的销售额来自中国 事实上 自2023年第三季度 荷兰出口政策受惊以来 中国已经连续五个季度 成为阿斯麦尔的最大市场 占比都在40%以上 报道认为 来自中国的需求 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放缓 美国在芯片半导体领域 持续对华无力打压 也能将是阿斯麦股价长期面临压力 瑞银分析师称 阿斯麦明年可能失去近四分之一 在华销售额 若限制措施持续 其在华生产的产生的整体收入中 还有45%将面临风险 所以这个就是 西方啊 美国美西方用这种 技术铁木来打压中国的同时 也打压了他们自己的企业 他们自己的企业也玩玩 而且这种销售额的下降 需求量的下降 也代表了中国自己的光刻机 正在落地 而且现在 大规模生产7纳米的光刻机 我们已经拥有了和存在了 无非就是在突破 所以说 大飞机的飞控安全 以及所有汽车 互联网 智能 智慧 AI这些 所有的一切 必须控制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面 而不能被外族所控制 这个是很致命的 所以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 因为我并不是技术博主 所以说有些技术上的事情 它里面那套逻辑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大致的我能给大家解释一下 好吧 所以说这件事情非常的危险 他们也正在向中国布局 类似黎巴嫩 这个 靠机和对讲机爆炸事件 好吧 我们一定要提起醒来 中国的车企也更加要选择和华为合作 而不是和以色列这种公司去合作 毕竟你跟他是敌对的 好吗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